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确实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那么本周特朗普政府放出了一条消息 就是有这样一种意图 把原来对中国2000亿进口商品的10%的征税 要提高到25% 这个就是说10%和25%的差距很大 那么中国政府也做出了强烈的反击 那么中国政府在北京时间的昨天 也就是我们这边的今天 宣布对美国部分产品征税 那么这个征税的数额是600亿 那么从现在看 那么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大约是1350亿 那么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商品 进行600亿的征税 再加上以前宣布的一些征税的数量 那么整体来讲应该达到甚至超过 这个美国进口中国商品的 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一半 那么反过来呢 这个美国政府呢 最先宣布了是500亿美元的 这个对中国进口商品500亿美元的征税 那么最近呢 又宣布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2000亿美元 这样一个货物进行征税 这样呢 就是也基本上这个达到了这个中国对美出口产品 总数量的总价值的一半 因为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大约是5000多亿美元 所以呢 有时可见呢 这个双方这样一个动作 当然了把这个贸易战呢 这个拉的呢 越来越近 或者是这个已经达到了这种是 减拔弩张这样一种程度 但是我们分析一下 因为首先呢 我们看整个贸易战的过程 都是美国主动中国被动 美国主动中国被动迎战 那么这一次也是一样 因为这个他要把这个2000亿这个美元 这个10%的征税提高到25% 实际上我们在观察的时候 你应该观察到 就是说这个 当美国政府提出对中国进口商品 2000亿美元 增10%税的时候呢 中国政府的反应并不大 那么到25% 那中国反应非常强烈 那很多人在分析 为什么川普要加大这样一种 这个这个 就是说这个 为什么他要不断的提高这个价码 他究竟想干什么 所以呢 这个呢 有很多分析 那么首先呢 这个以前呢 我们也谈过 就是说 由于这个美国 对于中国的征税 导致人民币贬值 那么应该说 可以这个 弥补一些 这个 在这个 征税方面的一些 一些损失 因为你贬值了 贬值以后呢 这个可能你增长 关税那部分呢 就基本上可以被抵消 那即便是对这个 中国 2000亿进口产品 10%的征税也是一样 还是可以 基本可以吸失掉 对中国的影响不大 所以呢 特朗普政府可能觉得不够 要增加25% 看看你中国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另外呢 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很多人在分析认为呢 这个特朗普采取的一种制造危机 来增大谈判筹码这样一种这个战术 或者一种策略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每一次美国政府呢 都主动的提出来一些这个条件 增加一些砝码 逼得中国的政府呢 一步步反击 那实际上 像这个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这些关税 究竟什么时间能实施 能不能实施 那是个问号 但是他把这个问题先提出来了 那么呢 就是说呢 很多人认为呢 就是说这个 哎 这是一种这个战术 那么 我们回忆美国和前苏联之间 在冷战时期 也是一样 最后呢 这个制造出一个古巴导弹危机 那最后呢 双方谈判得到解决 就是说 你增加这个压力 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 可能呢 双方呢 都急于回到谈判桌 那么呢 这样呢 是有可能达成一种这个协议 另外呢 就是特朗普呢 还是考虑这个美国的中期 中期选举 这个无论贸易在赢与不赢 都对这个特朗普 或者共互党在这个中期选举 你有加分作用 就是说我赢了 当然了 你看 这这这这这这这没什么说的 对吧 这个在外交上取得很大的生意 在贸易上 这个这个解决了不平衡的问题 那不赢 那中国态度强硬 那也可以 大家团结一致 一致要对付中国 怎么 就是说 总体来讲呢 对他的中期选举呢 有好处 那无论是人民币 人民币的原因 还是这个美国的一种策略 或者特朗普的一种谈判策略 或者是为了中期选举 贸易战的现在的这个 就是说从美国国内 对贸易战的反应来讲呢 应该所反对的呢 还是大多数的 那昨天呢 我参加了这个 国会议员第32选区 纳伯里塔诺的 举办的这个一个出口 和贸易的一个 援助会议 那么这个援助会议呢 就要解决这个 当前这个 第32选区 这个中小企业的生存 发展以及就业问题 那么大家普遍的看法就是说 对这个川普的贸易战 因为你本来你这个 它发动贸易战的一个理由呢 就是要这个增加就业 要这个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 要贸易平衡 那实际上来讲呢 贸易战的结果呢 反倒你限制了国内的出口 美国的出口 美国没有出口 那么就很难产生这个制造业 那没有制造业的话 当然就是没有就业机会了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实际上它这个贸易战 你是得到了美国国内的 这个不能说普遍反对 就很多人都在反对 特别是这个如果实施 对中国2000亿进口商品 这样一个25%的税率 因为这个前500亿的这个 中国进口商品呢 可能以工业品比较多 那2000亿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 就要有很多消费品 那么很多老百姓就要这个 感受到这样一种压力了 那所以呢 这个所以反对的声浪 应该是越来越强烈吧 那么不过呢 也不是说这个一点这个转机没有 那么在这个新加坡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上 那中国的外长王毅和美国的国务卿 彭佩奥见面了 谈了一下 那新闻报道说呢 双方呢 就是说在这个大的原则的问题上 达成了一些共识 那由此可见呢 就是说这个中美贸易战或者中美贸易摩擦走到了现在 走到这一步 那么双方呢恐怕再很难继续加码了 那唯一的出路呢我觉得就是要坐下来谈 至于说特朗普加码这么多 在谈判桌上能不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但现在也很难说 那如果不谈的话 这个呢就是说有分析说 其实这个原来说贸易战没有赢家 但是呢可能贸易战有更大的输家 那么很多人认为美国 这个道理呢就是说刚才我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你本来你想这个解决贸易平衡的问题 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 贸易战的结果呢不仅解决不了贸易逆差 而且反而使呢逆差扩大 而且呢如果美国的产品不能多多的出口 那么就是说呢美国的这个就业的机会呢 也自然而然也会减少 这个道理呢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们要观察 那么本周这个值得关注的这个新闻点呢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伊朗 那么伊朗呢已经开始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 进行军演了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呢 对于这个像这个中东的几个国家吧 这个一个是伊拉克 另外呢就是那个这个非洲的利比亚 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叙利亚以及伊朗呢 一直是美国想解决的 那前两个呢前两个呢已经被解决了 那么伊拉克和利比亚 那么叙利亚呢现在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那么现在是也是一种的混乱状态 美国也基本达到目的了 那么现在就是伊朗 本来美国就想早就想解决伊朗的问题 因为伊朗的核问题呢 这个和这个当时和这个那个北朝鲜的核问题是同等的重要 那么现在北朝鲜呢和美国的关系缓和 那金正恩也表示这个撤掉核设施 那么伊朗自然就成为美国另一个打击的对象 那这个但是伊朗不服 反而呢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开展大规模的军演 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呢 这个大家看地图就能知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通道 那么就是说这个它应该是把这个地中海和这个 就是地中海的一条重要通道 所以今天就是说这个军事意义非常重要 那么伊朗这种做法能不能引火烧身 这个呢确实是这个值得研究值得观察 那美国呢一直这个想这个寻找打伊朗的机会 那这是不是一个机会 这个确实是要观察 另外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呢 这个特朗普在今年1月份那个这个宣布 就是说这个退出那个伊核问题的那样一个协议 导致了两国关系的紧张 那么这种这个伊朗这种军演行为 能不能刺激美国 迫使美国这个出兵也好 或者实行打击也好 非常值得观察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一条这个12岁女童 在华盛顿机场被劫持的消息 应该说在这个全美华人社区引起反响 昨天的消息报道出来以后呢 大家很震惊 那么今天的最新的消息是呢 这个女孩呢不是被劫持 是被这个父母接走了 所以这里边呢 从这个消息的报道呢 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两国文化的这个差异 显然呢这个女孩是跟团来的 那么来了以后呢 到机场以后 拿到护照以后 出关以后 就跟这个接她的父母走了 但是呢这个 应该说领队可能在这个最后集合人数的 集合人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女孩不在了 那么报警 那报警的话呢 那美国的警方当然认为 不管你是谁接走的 你这一个小孩从外国到美国随团来的 突然没了 那他就认为是劫持 当然了这个事呢 美国警方呢正在处理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 可能呢这个中国的小孩的父母 就是说他的父母在美国 我孩子来了 我接他一下 应该是没啥 跟这个导游或者跟领队打不打招呼都行 但在美国法律上来讲呢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美国警方发出的通报呢 是被劫持 而且这个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 但是今天的消息 就是被自己父母接走的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事当然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值得探讨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据报导 他的父母来美国两年是合法身份 那么如果合法身份的话 那么小孩为什么还辞这个旅游签证来美国 当然这是另一方面的问题 那这个案子来讲呢 就是说我想呢 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 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很大 不能以中国 我们在中国的时候的一些习惯做法 拿到美国来 所以这思维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父母把孩子接走了 但是不是触犯法律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 这个探讨工县 所以呢 值得我们华人呢 从中吸取教训 好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